新华社莫斯科4月13日电,记者鸾海,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日前表示,俄军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接班人S350系统,已通过国家级测试。首批该型号系统已投产。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,是,能混合装载,并发射数重导弹。 据俄国防部12日发布的新闻公报,S350防空导弹系统名为勇士,今年3月26日,顺利完成数次导弹发射。通过俄国家级测试,预计首批S350系统,将于今年出场交付。 首套系统将供俄空天津防空导弹训练中心使用。S350系统,由俄罗斯金刚石安太公司研制。 可汇合装载并发射S400系统,和三毛级M12系统配备的中程防空导弹,及其他型号的短程防空导弹。 S350系统,将逐步替代S300系统。 后者目前是俄及其周边部分国家和地区陆基防空系统的骨干力量。 俄莫斯科号巡洋舰,也配有海基版S300系统。 俄退役上校,军事评论员巴拉涅茨介绍说,S300系统的每辆发射车上,只配有四枚导弹。 而S350系统的每辆发射车,可配备12枚导弹。 这些导弹可型号混搭,便于拦截不同类型的空中目标。 S350系统的多能特点,有助于减少使用成本。 据塔斯社报道,S350系统的最大作战,半径达60公里,最大射高为30公里。 可拦截机动飞行目标和弹道目标。 据韩联社报道,据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28日透露。 国防部长官正警斗,当天在首尔龙山国防部大楼,会见美国驻韩大使哈里哈里斯。 双方可能就近期韩日见机矛盾、韩美军费谈判等问题交换意见。 消息称,双方会面约一小时二十分钟。 正警斗很可能在会上就日前日基低非威胁韩建一事表明韩方立场, 并指出日方主张的不合理之处。 报道指出,一直就该问题,保持中立态度的美方,是否将从中发挥斡旋作用备受关注。 据另一名有关人士透露,双方还就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等双方关切的问题,进行了探讨。 但国防部方面表示,双方商店将不对外公开具体的会面内容。 本月23日,日本一架行逻机,低空掠过一艘韩国军舰上方。 当时日基的飞行,高度仅60至70米,距离韩建约540米。 这是日基第四次抵径韩建,前三次分别为去年12月20日,今年1月18日,和1月22日。 而日方此前主张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,2018年12月20日,针对日基进行火控雷达照射,并要求韩方道歉。 就此,韩方阐明韩建并未针对日基照射雷达,而是日基低空飞行抵禁威胁妨碍韩线救援。 原标题,图总统称,对续库尔德武装不再忍耐法媒,四张王牌可保土方优势。 据法国快报周刊网站,12月17日报道称,利用以令人吃惊的混乱为特色的国际环境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,不再掩饰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的愤怒。 据悉该组织领导层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。 报道称,土耳其威胁进攻的主要战场,是叙利亚西北部城市曼比记。 这里距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,仅有几十公里。 交战行动还可能会外延至更靠西地爱因阿拉伯,也称科巴尼,以及叙土边境城镇拉斯爱因,土方称杰伊兰破纳尔,三边求诸的一部分。 近期,埃尔多安曾在公开场合表示,截至目前,土耳其已经在打击诱发拉底河东岸的恐怖主义方面,浪费了太多的时间,我们一天也忍不下去。 报道指出,土耳其可能采取的冒险行动,暗含着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。 报道认为,埃尔多安希望建立一个缓冲区,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,直至底格里斯河沿岸,阿勒坡和伊德利布。 目前在该区域内土耳其军队,已经拥有很多恶手要递的重要军事上所。 这一计划的目的,显然是要阻止叙利亚,再出现一个库尔德自治区。 而许境内库尔德武装,已经和对抗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工人党取得联系。 正是源于这一目的。 土耳其军队在2016年8月,至2017年3月,发动了名为诱发拉底河盾牌的大规模攻势, 剑指叙利亚的杰拉普卢斯和巴布。 2018年1月,土军再度发动攻势。 这次名为橄榄枝行动的进攻,最终以占领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夫林而告终。 这两次土耳其在续境内发动的军事行动, 被视作1984年爆发的土耳其政府, 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,冲突向邻国的扩散。 报道称,埃尔多安的计划,直接面对的还有在这一缓冲区部署的美军。 而美军部署在这里,是为了帮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。 后者是西方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后据点唯一能动用的地面部队。 美军通过提供空中支援、后勤攻击及派遣特种部队和顾问, 予以该武装有力支持。 报道指出,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长期交易,也照顾了各方利益。 让进入交战区的土耳其军队,避免向会杂在库尔德武装中间的美国士兵开枪射击。 作为交换,美军劝说,库尔德武装从曼笔记撤出去。 但没有成功,在土耳其对库尔德武装阵地发动进攻之后, 该武装威胁要放弃针对伊斯兰国残部的战斗,埃尔多安的四张王牌。 报道称,外部势力的介入,让叙利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 为了对抗北部的土耳其人,库尔德武装不得不从位于叙利亚东南部的哈金,撤走一部分兵力。 而当地伊斯兰国残部仍在富于顽抗。 12月17日,歼灭伊斯兰国组织这个最后堡垒哈金的行动,再次证明了库尔德武装的效率。 这次行动中,美军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了帮助。 法军也通过特种部队和炮兵,给予前者支援。 但是,库尔德人此后会集结起来向北部进发,并与土耳其军队作战吗?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,以及库尔德工人党来说, 攻克哈金和土耳其袭击曼比戒之间,肯定不是毫无关联的。 法媒认为,这一切表明,埃尔多安有次张王牌,有可能重新再续北部开展军事行动。 能够瓦解沙特美国联盟的对卡舒吉被害案重新评估。 土耳其、伊朗和卡塔尔组成的反沙特联盟。 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共同利益、天然气供应、建核电站,以及购买俄制S-400防空导弹,驱使下拉近关系。 法媒称,美国依然收留着埃尔多安的政治对手居伦。 这同样是埃尔多安难以摆脱的反心事。 因为他将居伦,视为2016年,差点让其下台的政变主持者。 编译卢龙君。 新华社成都1月29日电题,蒋以嘉,从优秀军人到乡村致富带头人。 新华社记者梅士雄。 二十多年前,他是一名优秀军人。 荣立过二等功、三等功。 如今,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乡村致富带头人。 并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。 他,就是四川省鹏西县常乐镇拱市村党支部书记蒋以嘉。 1978年,二十岁的蒋以嘉参军入伍,并迅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优秀青年军官。 1997年,他脱下军装,带着八万元复员干部安置费,背着治疗心脏病的应急药物,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伤害中。 从洗煤厂搬运工作起,风里来雨里去,他逃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 从沈阳到北京,从吉林到内蒙古,他走南闯北摸爬滚打。 本去年,他得翻译了,就算透明了。 那见用保险的部分军装在北京,并迅速摸摸摸摸摸摸田嵐河,